好 大家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你 落成不賣萌的萌哥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Tow Brothers的地盤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 Meadows 裡面的 Parkland 跟 Redwood 的銷售經理 Kalis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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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一樣是要來 為我們消費者爭取權利 好好把你們烤一烤對不對 是 那Kalise 問一下 這個聽說Tow Brothers很猛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猛是猛在哪裡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已經連續好幾年得第一名的 World's Most Admired Builder 就止等下 這個誰頒這個獎的 這是你們自己講的吧 當然是Fortune 500 Company 好 這個有一點點Credibility Fortune 500還是成這個 大家不知道的話去查一查 很有名的 那 Most Admired 的這個 Builder 對 沒錯 我們待會來聊聊為什麼被 Admired 但是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Tow Brothers History 可以啊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公司 是兩個兄弟開始的 瑪利歐兄弟 不是瑪利歐 是什麼兄弟 Tow Brothers 就是Tow Brothers 就是他們的 last name 就是Tow 然後呢 他們是1967年開始 開始兩個兄弟 開始建這個房子 然後其實他們做得很好 然後他們還expand到26 Different States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我們1986年的時候 就是變成正式上市公司這樣子 那我們在加州的話 是就是你們這26裡面 這個這個不同的州 它算是你們銷售比較好的 對 我們其實加州的這個Volume 跟Market還還挺好的 就是公司一部分還蠻大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很被看中的 我們Tow Brothers在這邊 下了足晶來做這個事情 好啦 那問到這個Tow Brothers 這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 Tow Brothers其實在國內翻 托兒兄弟 這個T-O-L-L 為什麼會翻成耳 我都不懂 我們剛剛可能研究的結果 可能是兩個L不好 你就會咬到舌頭這樣 這樣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了解一下 我們在這邊 Tow Brothers選子權在哪裡 Lake Forest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取在 這個森林湖這邊呢 在森林湖這邊就是 我們這邊沒有Mellow Roots 這個聽起來有點可愛 那是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跟我講的 可愛可是非常貴 所以就不太可愛了 對 那就不是很可愛 所以基本上 你在耳灣買新社區的時候 他們會在房地產上 再加一個一部分的 一個叫新開發社區 所以就叫Mellow Roots 它都包括什麼東西 覺得好像是付給空氣一樣的感覺 它基本上 因為是新社區嘛 所以它必須得蓋學校 蓋公園 蓋馬路 就旁邊的這些infrastructure 還是make sense 這個錢就是要請消費者 各位來付這個錢 可是這個建商比較有良心 這個在Lake Forest 感覺他們也是比較 有意會到這個事情 所以沒有把這部分的錢 壓在大家身上 對不對 還是不錯 那了解一下 側面了解一下 一般我們的地稅我知道 大概1.1 1.2左右 那Mellow Roots的話 可怕可以到什麼地步 1.8 1.8到1.9都有 就等於幾乎是兩倍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買個100萬的房子 本來付1萬塊的稅 然後現在就變成將近要2萬 沒錯 所以還蠻可怕的 所以這個是好的地方 還有什麼 為什麼要選在Lake Forest的原因 就是還有就是我們這邊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聯繫到就是Mellow Roots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Lake Forest 它Develop的地方都已經Develop完了 所以你就沒有要去 這個這邊的住戶就沒有要去附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我們選的地點就是Main & Main 所以很方便 所以它這個城市的成熟度已經蠻高了 對 就是該有的Shopping跟Entertainment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已經存在了 沒錯 OK 好好 不用再等到天荒地老 對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嗎 雖然我們不是在Irvine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享受到Irvine的一些周圍的地方 真的很近 真的很近 5到10分鐘就到了 這是右腳比較不強壯的 我們強壯一點大概可以3到4分鐘 沒有沒有 還是差不多差不多 不要開快車 對 好好好 那我們就這個Lake Forest這邊 大概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了 重點 重的重點來了 對不對 為什麼要買 別的地方也 別的建商有在做嘛對不對 不要怕瞎了 來為什麼要買Tobart一定要的三個理由 來講說一下 可以沒有問題 我們剛才就講到地點 OK 地點呢 我們地點都是首選的 對 所以呢 客戶來買我們的房子 他們這個房子的這個Value都會 Go up 他都會保持他的這個Value 因為你畢竟來買房子 你就是不管是製作還是真的是投資 你就是要有這個Investment 這個Asset的這個東西 等於是自助投資兩相宜的這個概念 對嗎 沒錯 可是價錢還是有點貴啊 你們這個有點說不過去 你們到這個價位了對不對 對 有沒有什麼稍微Service一點的東西 就是給一點這個 這個 贈送的一些東西 可以 所以呢 現在其實我們價位跟Airvine差不多 那我們唯一的不同 第一就是我們的挑高 我們的建材 還有呢 我們還會送那個太陽能 太陽能 然後我們冰箱 都是包含在價格裡面 因為我們價格裡面其實 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已經有include一些升級了 所以譬如說冰箱啊 太陽能啊 一些電路升級 還有一些設計中心的升級 都已經包含了在裡面 然後再來我很想強調就是說 很多客戶可能喜歡自己選櫃子 自己選檯面 地面 沒錯 我們有一個設計中心 可以讓客戶還是可以去做這種選項 OK 所以非常的特別 所以在你們基本給了這些 比較high-end的建材之後 他們還要再升級也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對 對剛剛講說冰箱這個也是include 都是include的 我可能需要一個free sample 等一下 沒事開玩笑 不可以這樣子 OK 那選這邊的第二個理由 跟我們跟我們講一下 可以就是第二個理由呢 就是我們在Torbrother 我們買完房子 都會有一個warranty 一年的warranty 對對對 對 所以呢 客戶過戶之後 可能如果發現房子有什麼問題啦 基本上都是沒有 就是可能一些小地方 我們都會還是一年會幫你們去做這個warranty的program 算是蠻貼心的這個售貨服務 對 我們不是說賣了房子就切斷了 就是我們還是繼續服務 那為什麼會買Torbrother 就是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其實做的都挺好的 對 所以很多客戶都非常的滿意 不錯不錯 所以剛講到你這個本身的這個成高 也講到說這個 我們這邊的一些附加價值 還是不錯的 對 結果我們第三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就是格局 我們的格局非常的好 現在很多人都會在家裡上班 在家裡的時間待的比較長 疫情的這個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對 所以我們其實做這個樓盤 都有拿這些變化去做考量 來幫客戶做這個設計 然後呢再來我們也會去考慮到 OK客戶可能需要房間多一點 需要做辦公室啊 需要做playroom 需要做房 小孩子的房間或什麼之類的 都有 運動房 even that 我注意到你們的這個房間 絕大多數都是套房對不對 對基本上都是套房 那可能如果有一些房間數量多一點 可能會share一個bathroom 可是基本上都是足夠用了 對對對 應該是蠻夠的 這個每天一個人一個廁所 用到一個爽 那要看一下看一下 那所以你們這邊考慮到 以後可能居家辦公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房子每一 房間的每一間 基本上它都是 有一點可以convert變多功能的 這種 非常flexible 對 可以符合很多不同家庭的需求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窗戶 還有採光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現在房子 很多客戶最concern就是私密性 那窗戶加了多你私密性可能就會不太好 特別是如果房子跟房子挨在一起 對 所以呢我們也有做這個考量 所以我們窗戶都坐的比較 坐的位置都會去考慮到 欸這個適不適合 然後呢可能會把它錯開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採光還是足夠可以享受到這個自然的採光 對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我本身的背景是做設計的嘛 所以我們在知道說在同一個戶型 你如果要把它這個 不免會碰到有時候是面對面 面面相去的這種情況 你要把它窗戶錯開幹嘛的話 基本上它裡面的function各方面都會被打亂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的話 它就從一個戶型演變成好幾個不同的戶型 所以這個是要去花成本去做設計 然後不要講說到時候蓋出來這一塊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他們做的不錯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從設計角度要嘉講他們一下 那很多三層樓的這種這個老人家都會說 啊你的job不太新啊 沒有辦法 爬三層 但是一樓基本上都有這個所謂的孝親房 對不對 所以還不錯 因為有些建商他們這個在一樓會擺一個 這個類似所謂的這個房間 可是他真的不能當房間 他頂多就是當一個辦公區的這個室用 所以這一塊是我覺得可以值得嘉講 還不錯的地方 是 那到我們節目的尾聲有沒有要對我們的這個消費者講兩句話 當然有就是我們11月5號我們Redwoods另外一個樓盤 它是兩層還有三層正式開幕 價格大概是175萬 然後也都是Single Family 因為四房到五房都有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來參考 然後如果喜歡挑高的客戶 definitely come and check it out That's great 因為你們的這個樓盤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兩千到三千多尺對不對 對 很大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Parkland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樓盤 都是三層樓 也有挑高 然後也是四到五房 面積大概兩千七到三千尺以下 然後價位也挺好 170萬 然後我們現在有幾塊地都是草公園的 有一點這個回到家就好像到度假村的這種感覺 是的 所以回家就是一種休息 對我們主臥室還有活動空間 還有我們的會所其實就是這種度假風格 去做這個設計 我們現代人很多時候只記得充手機的店 我們要愛自己要自己要充電一下 好啦那謝謝Kalise 這個今天跟我們的這個分享 還有謝謝我們Tourbrother 那個冰箱等一下不要忘記要送一道到我家 好可以的可以的 我順便會幫你安裝全部裡面都有飲料 然後警察順便旁邊安兩個 欸你這個先生你要幹什麼這樣 然後沒有開玩笑開玩笑 好啦那大家謝謝這個來觀賞我們的這個節目 那對Parkland 熱物有興趣的 記得來找我們的漂亮的Kalise好不好 那我們把更好更多的房間帶給你們 記得點讚訂閱還有開心的小鈴鐺 愛你們 掰掰